你的这些言论 正是说明了你的无知和无能 你没有对别人做一个综合的了解和判断 就断章取义的 在这点名道姓的说 这是很不道德的一个行为 前几天呢 网上一个朋友转给我一个视频 是咱平台上的一个号称是玩红杉的一个大家 这里我就不说谁了 因为这个平台呢也不让说名字 这个朋友呢 拿了一件他的语气 这个孔里边没有大毛孩 就说红杉里边是没有的 就说我说的不对 其实他不知道看到哪一期节目 我讲到了这个问题 这只是一个规律性的特点 他可能断章取义了 我自始至终 在十几年前 一直就讲 红杉文化的这个孔洞加工 年代越往前 他的加工的越光滑 几乎看不到研磨砂的痕迹 但是到了中期晚期开始 慢慢的由于这个工就先进了 他加上研磨砂 出现了一些研磨砂的加工痕 或者是抬痕 极个别的这个孔呢 他会用硬质的工具来回搓磨 也会出现这样竖项的这种加工痕 这个我在以前的讲座中 或者是直播中也多次讲过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继续再谈一下 关于红杉文化的这个孔洞加工 为什么他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就是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不行 所以说这个孔里边 看不见研磨砂的痕迹 表面也是如此 而到了后期随着玉器的需求量增大 古人在加工的过程中 由于这个工具先进了 所以说在加工的过程中呢 往往会留下一些研磨砂的痕迹 所以说不管网络多么发达 我们都是碍玉之人 我们讲到一个观点的时候 我希望我们像堪玉一样 要综合辩证的分析 一件事物 一个人 包括这个人的一些观点 这才是每一个玩语人 应该有的一个品德 而不是在网上踩着别人 自己想要得到自己的一些东西 你的这些言论 正是说明了你的无知和无能 你没有对别人 做一个综合的了解和判断 就断章取义的 在这点名道姓的说 这是很不道德的一个行为 因而告知 对于学术观点 欢迎有理有据的探讨交流 但对于点名道姓的诋毁 攻击行为 绝不姑息纵容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